佛法善行有没有效 今天被科学家证明了 有效 怎么知道有效呢 物质环境是随着念头在转变的 这个被科学证明了 我们的念头是 没有一样不胜 真正有修行的人 心地纯净纯善 他不病不生 为什么他是健康 他身上所有的细胞器官 没有一个细胞是带病毒的 凡是有带病毒的 他的贪嗔痴慢疑 没断掉 不干净 自己身心健康 这就是有福的人 中国人所说的 富人居富地 他住的这个地方 不早在哪 贪心 感应的是水灾 成灰 感应的是火灾 火山爆发 地球温度上升 他就成灰 热的火 愚痴感应的是风灾 傲慢感应的是地震 怀疑感应的是山崩地陷 山会倒下来 地会陷下去 就是怀疑 贪嗔痴慢疑 佛子叫他做五毒 外面山火大地 跟着你的念头在转 如果真正觉悟了 因为这个世间一切法 一切人死无不谈 就没有水灾 不撑就没有火灾 不吃就没有风灾 不傲慢就没有地震 不怀疑就没有山崩地陷 物质环境永远是随着念头才转 所以念头不能不散 身口意的造作不能不散 佛给我们定的标准是下 身不杀身 不偷盗 不隐喻 身的三下 口不妄语 不念血 不欺余 不悟口 口善 义 这起心动念 不谈不成不迟 就是善 人能够断食卧 修善 灾难就能化解了 自己的灾难是疾病 外面的灾难是我们居住的环境 生活环境 通通随着念头转 所以 虚乐 可疑 不能过分 二 探吃 吃到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总想多吃一点 多吃可以 不要太过分 太过分 麻烦就来了 摆 想多吃